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卡 Go 欢乐卡卡 碰你好 我是高点姐姐 高山的高 恩典的典 小朋友 昨天是国际父亲节 不晓得昨天 你跟你的爸爸 有没有度过一个又好玩 又特别又难忘的节日呢 小朋友 昨天 你是否预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送给你亲爱的老爸呢 如果说昨天 你们没有特地的来庆祝父亲节的话 小朋友 那该怎么办呢 啊 没有怎么办 只要把今天 明天 大后天 全部都当成父亲节 那就好咯 小朋友 我们常常在说 过节 过一个特殊节日啊 通常一年只有一次 因此 我们就会用一年一度 这个词 来形容一年只有一次的纪念日 这个一年一度 这个度不是温度的意思啊 而是一年一次 一年一回的意思 但是啊 小朋友 我们孝顺父亲 我们关心父亲 我们爱父亲 我们尊敬父亲 我们尊敬父亲 一年只需要一次就够了吗 小朋友 你可能会调皮的说 一年一次就好了啦 毕竟不是很想要天天都听爸爸的话哦 但是高点姐姐必须告诉你 这样可是不行的 我们孝敬父亲 尊敬父亲 疼爱父亲 关心父亲 是天天都必须要做的 也因此 我们应该天天都过父亲节才是呢 小朋友 希望你天天跟你的爸爸 跟你的妈妈 都拥有美好的生活 天天都像父亲节 天天都像母亲节 天天都像快乐的儿童节 那么说到国际父亲节 昨天刚过去 那么高点姐姐今天在节目里 仍然跟你分享一个 跟爸爸有关的故事 好不好呢 嗯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聊到 小朋友对于爸爸的印象 有很多很多对不对 有的小朋友觉得 爸爸是赚钱的人 只要赚钱 然后把钱拿回家养家 就好了 事实上小朋友 一天之中看到爸爸的次数 跟时间很少很少 那么对于有一些小朋友来说呢 爸爸很厉害 就像超人 像无敌铁金刚一样 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 那么对于某一些小朋友来说呢 爸爸就像是大玩偶一样 可以玩好多好多的游戏 可以玩得很疯狂 而对某一些小朋友来说呢 爸爸好厉害啊 爸爸的手非常的巧 爸爸会做很多很多的手工艺 爸爸会画画 爸爸会煮菜 爸爸会洗衣服 会洗碗 会打扫家里 爸爸真的很优秀 而且对于某一些小朋友来说 爸爸煮的菜 可是比妈妈煮的菜还好吃 那小朋友 对你来说 你家爸爸的形象 比较像是哪一种呢 还是高点姐姐刚刚说的都不对 在你眼中 你的爸爸比较像是 像是怎么样的 欢迎你写信啊 跟高点姐姐 也跟其他的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分享 在你的心中 你们家的老爸 是怎样的形象 那么高点姐姐觉得 对于许多许多的 大多数的小朋友来说 其实爸爸的形象 真的就是 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赚钱 一直一直的不在家里 一直一直的不在身边 今天高点姐姐在幸福大转盘 想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故事 它就有着这么特别的名字 叫做熊爸爸去另一个城市工作 熊爸爸就是小熊的爸爸 小熊的爸爸不止工作很忙碌 经常不在小熊的身边 而且这一次熊爸爸 还必须要千里迢迢 到另一个城市去工作 这件事情对小熊来说 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跟冲击 小熊又将如何的回应 爸爸要去另一个城市工作的 这一件事情呢 现在就邀请你 进入今天完整的节目内容 来听这个好听的故事 请你点选收听节目 点选欢乐卡卡碰 就可以听到今天完整的故事内容咯 我是高点姐姐 我跟你完整的节目礼件 See you 感谢主耶稣 你是慈爱的天赋 将我拥抱在你怀中 感谢主耶稣 你恩典如此丰富 愿你过直到永远 求耶稣保护我 亲爱的爸爸 让他平安又健康 让他平安又健康 你过亲爱的爸爸 为家的屏楼库 求耶稣帮我保护他 感谢主耶稣